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男 又是中學舉行畢業禮的時候 如歌高唱 見證五年中學教育的元件 對於畢業的同學來說 今天晚上正好是 你們成為主角的一夜 八月放榜後 學生各賓前程 有些繼續升學 有些從此告別校園 這一點點不息之火 就象徵著我們 將未盡的情懷 未緣的志向交託下去 令到周圍的人都能夠得到一絲溫暖點點的光明 別了 各位同學 珍重 珍重 每年這個時候 校園都充滿離愁別墜 同學向老師話別 報答當年教導 很多選擇借詩宴來表達心意 但是 甘非識比 隨著師生之間感情淡化 今天的借詩宴 已經再難找到 往日依依不捨之稱 Money是中五級會主席 聯同各班代表 負責籌備今年的畢業活動 露營那些可以分開嗎 會不會好 什麼 都可以的 靈那方面可以是單張說話 動作方面可以是遊戲 她因為要向同學收了400元費用 還要做謝思宴 承受很大壓力 最初是最激烈的反對 就是反對 為甚麼這麼貴 一些就說 為甚麼不選一些高興的酒店 但是做主席很難 難就難在 又要顧著他們便宜 又要顧著那件事好 很難 信德哥情失所異 真的很辛苦 老師事先提點堂學 要衡量自己和家人的經濟能力 才決定用哪種方式行促 雖然意見不一 但是最後也決定了 在一間五星級酒店舉行晚宴 費用要一整五萬元 對 我覺得這個數字其實很大 其實那三百九十元 就包括了他們拍的畢業照 另外他們只有一些心意 說送禮物給學校 每一個同學就送十五元 另外剩下的錢就是畢業聚餐的錢 但是當時初生和他們談的時候 都提了他們的數字很大 但是他們堅持說 一定在酒店裏面有畢業聚餐 原因就是 我們建議他們一回來學校 到會 一定便宜很多 但是他們不喜歡有在學校的環境 這不是有的 這不是真的要玩這個嗎 玩束毛 玩束毛 是真的要玩嗎 挺好玩的 挺好玩的 你記得他拿著拿著 他 三百九十元 夠了 等下子宮有幾個節目 然後就分人了 我們就有禮物就好 經驗所得 過往的謝師宴都偏重聯歡成份 忽略謝師的本義 所以學校為了避免給老師和同學壓力 提議將謝師宴改名為畢業聚餐 差不多到很多年前 學校派了我負責這件事 跟學生開會 教他們去訂酒店那些時候 我都會覺得一件事就是 沒理由老師出面要你借我的 我覺得是 如果那種感謝不是由心裡發出的話 是沒有意義的 同樣也不是說我來免費吃一頓 接受你的多謝 其實我覺得畢業聚餐也好 或者是謝師宴也好 都是藉一個機會 藉一個賢藉 來表達我們分離的情緒 共聚一下情義 走 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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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一、二、一 二、一、二 世事很多萬一 如果這麼不幸,不能回讀中六 有點可惜,很徬徨 我會很留戀這間學校 有時走過一樓 聽到他們罵一些低年級的同學 都感受到他們那份勞苦 他們所忍受的 或者所要去面對的 讓我們想像這種困難 你最深刻的 老師,老師一年比一年老了 都像樹一樣一年比一年長大 當時我們都沒有這間學校那麼高 現在看,高到這樣 有時會摔一些東西,摔一些樹 有時會站著等人 嚇死你,有時會摔一條蟲 原來是一條小葉 有時會被他嚇一嚇 第一次真的感受到這個 這個真的分開 第一次感受到 感覺很新鮮 不過,但其實也不太好 不太捨得 有時會有 其實分離已經遇到 一定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不過如果是熟悉的朋友 即使分別之後 大家都可以繼續減落 一次的結束 其實也是一次的開始 你自己欠主意 你會在這個謝仙裡 你覺得有甚麼特別需要做 如果我給他 我會搞一個節目 就是… 就這樣放一個咪在台上 就讓同學 即是幫快樂畢業 自己走上去 怎麼說也好 就真情流浪跟老師 說謝謝,感激那些 那現在這裡有支咪 你當這是過晚你會說話的咪 你有甚麼想說 有甚麼想說 即是感激 那些老師 這麼忍耐得我們 那些男生這麼瘋狂 我覺得 就讀上水一間男校的阿鐵和羊仔 不但不用參加畢業禮 而且連謝師宴也搞不成 今年我們給的那些學生 即是給同學 意見就不太對 很多都是意見不合 分歧也很多 所以令到 搞謝師宴的事 一天拖一天 最後就草草了善 沒有那件事 其實我們兩個都很想有一次 就是謝師宴 校長向來不主張老師動眾 搞畢業禮 也不鼓勵學生花錢搞謝師宴 他說 如果同學對母校、對老師有感情 有空多回來探望已經足夠 他又說 謹記老師的教誨 就是最好的搭席 一份工作 大約一個月五千元 大約一個月五千元 大約給你們一些機會 好 給你們一些心思學的 請教 好 謝謝, 校長 謝謝 很想在這裡中七畢業 畢竟在這間學校 都經歷過很多事情 始終會對這間學校很有感情 他們兩個是重讀生 對這次回考成績 不敢太樂觀 先生用了這麼多的心思教我們 我們不能夠拿得好成績 覺得是對不起他 辜負了他一番期望 這件事是最遺憾的 看著校園的花草樹木 想起過了六年光景很多感慨 最吸引我的地方是 他有一片綠色的大草場 我是一個很喜歡看科學的人 在這間學校都讀了六年 看到這間學校有很多的改變 無論是見早生下世 還有先生那方面都會變了很多 前一陣子是移民潮 接著現在的老師又回來了 都會受了認同一個人 一個學校最主要給我 很不同的是一個歸屬 很多時候 現在學校都是自己的另一個家 這間學校今年搞不成全級的 謝思賢 部分同學覺得很可惜 阿鐵和楊仔另有打算 太初學生的話 那個謝思的代表性 我想是不夠 但如果是自己和老師吃飯 是會的 所以我們呢 我們私底下 約多四五個同學出來 就會額外 跟老師一起聚一聚 吃飯 我們也打算是這樣的 當同學他們考完學校 考完學校之後 會再約老師出去吃飯 做個藥 或者一些特別心交的東西 老師會約出來 至於另一間學校 她來畢業聚餐的大日子還有幾天 女孩子 特別關心赴宴的打扮 幾個同學 約一起逛街買衣服 很搞笑 你打扮 除了為了扮靚 還有一個任務 就是替班會買份禮物送的班主任 要放在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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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打算 要放在家裡 不要打算 不要打算 不是 是一條蕉 要去當糖吃 要去當糖吃 生氣了 是在家裡 要放在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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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的會否 我會安排 你到時通知我 我會安排 有沒有架子 可以插畫那樣 那些架子 有,你畫有多大 是, 在那裡 畢業聚餐七點鐘開始 一班負責的同學 提前幾個小時來到會場打點一切 及會主席Money臨時不能來 大家更加守望不腳亂 是, 那些機子 在樓下買的 是… 你給我找個機子, 去那裡換一換 給我… 這餐不是正式的謝絲宴 但是出席的都誠心誠意 等到老師放學 就去學校附近一間茶樓吃午飯 學校附近一間茶樓吃午飯 學校附近一間茶樓吃午飯 學生活動本來樸實無華 這次在五星級酒店舉行 瓶添了豪華的色彩 我也買了, 要不要買 你不要買 你對媽媽說吧 一、二、三 好, 到我們了 吃飯, 吃飯, 吃飯 吃飯, 吃飯 很多同學因為玩得太投入 又或者跟老師不太熟 連老師這次宴會的主角人物都冷落了 老師主動去找同學聊天 聽他們往後有甚麼打算 請問他, 原來他在哪裏 他在那裏 他在那裏 我想你跟老師的解好一點 他可能可以陪 但告訴你, 帶點甚麼字典過去 他怎樣才知道客人會好一點 我要告訴那些人 要考我找人快一點 要用孤孝長的身分跟他說這些 所以我校本從我都沒有打算 你這個就是我來看 不要拿了這麼大筆 給你放進去 明白嗎 明白 那這個你會喝吧 是嗎 我亦都值這個機會 跟大家同學說幾句 我自己心裏面的說話 就是畢業聚餐 我相信主要不是來吃一餐 或者是大家來聚一聚 其實代表了我們那份的感情 老師跟你們的相處 不會只是在畢業那一刻 才覺得是難捨難分的 如果我們曾經教過大家的時候 我們建立了一份私生的情懷 這份的感情可以一直維繫 當我見到教過老師的時候 還現階我的印象模糊 但亦然在我心裏面都會感覺到 他是曾經教過我的老師 這個就是所謂私生的情懷 最後祝福每一個同學 你們的程度都是一片燦爛 一片光明 這邊的相生哥夜宴 那邊的相變飯加上 許行地點雖然有天淵之別 但不含同樣的意義 去外國了 我希望第一點 就是學有所成 會有壓力 不過我都會很捨不得我這間學校 很捨不得我們這班… 我看見眼淚淚光 我還在演戲 真的不敢說 很捨不得我這班老師、同學, 每個 因為他們所說的每一番話 我都會永遠…永遠記住 他們的自發性回來 氣氛會好很多 大家聊聊聊 看看有什麼看法、有什麼抱負 對, 我同意為何要看學生的心 我們教了這麼多年 他們能夠長時間一起回來, 當然好 但如果謝先生之後 譬如說很多時候他們去旅行回來 我們都很開心 親切的地方可能會比較好 對, 沒所謂吃東西在其次 主要是大家聊聊聊聊感情 奶Sir, 熱熱一點吧 好像熱熱一點, 奶Sir 不過不要緊 沒所謂 先吃吧 起碼老闆娘, 我們也認識 這班同學也認識 對 打不中了, 打不打再回來 烏龜學生的 多謝人家, 吃下廚飯給你 好嗎 金山, 我們來吃 吃 你又有空氣嗎 那你… 其他同學大快果然 負責同學就忙於準備節目 阿子一收到點唱紙 就立即上台點唱《騰歌記憶》 這個就是… 阿子玩黃刀 連跟老師聊天的時間也沒有 覺得很可惜 很可惜 當我升中四的時候 我發現那位老師 其實不太懂得教英文 但她始終沒有放棄過 在中四的時候 不停在星期一的時候 留我們課堂, 留到七點 其實在心裡也挺生氣的 但是升到中五的時候 我發現她在每一件事 都可以關懷到我們每一個同學 譬如有一位同學病了 她會不停問候和探望她 我其實覺得很感動 當我去想回這兩年的時候 我發現很多我的命都出來了 我有一個大男人 有一個訓導老師 可能你沒有想過 一個訓導老師會哭嗎 有一次我生氣得很厲害 我去到教學會被罵了我老婆 所以我很感謝那些同學 不容忍我 經常罵你們這兩年 謝謝你們 其實會很掛念的 雖然知道何時考摸 何時考會考畢業典禮 其實自己都可以說有心的準備 但始終只有兩年 有時候會掛念 做夢也會想著他們 不知道要找出來會被人騙 我會覺得很捨不得的 多謝那些同學兩年內很容忍我 容忍什麼呢 我哩哩嗦嗦 容忍我經常暗暗沉沉 還有好婆媽 也很感謝那些同學很關懷我 很多時候… 會考那段時間 因為真的很擔心 很大壓力 他們四班升兩班 就是原校裡面 所以會擔心自己的前路問題多一點 會有些不開心 有些會哭 或者很憂慮 反而說因為離別學校 告別校園生活 而感覺到不開心 就不是那麼強烈 我們以往 就是我們讀書的時候 真的會有一種是 一日為師, 終身為父那種的感受 就像我現在見到我以前的老師 我都會叫他做老師 在我心裡他永遠都是我的老師 是我很尊敬的老師 我相信可能這個觀念 可能在這個學生裡面 未必會這麼強烈 可能會當你的朋友會比較多 要我們形容一下王老師 其實表面上 心理上他好像是男性 但是骨子裡就充滿武性 任何方面都好看我們 譬如 測驗合格時 就會安慰 好成績只不過稍微合格 他也會有些鼓勵 失戀的時候 又會來聽聽你發瘋 伸伸 Fever借著肩膊下面一輪 就當沒事發生過 而無論如何都好 都很感謝王sir 給了這兩年時間 和心血給我們 臨走了, 都不知道送甚麼給他好 錢又不是多, 來說一句 那我多謝了 好… 五年來日直相對 老師與同學之間 建立了一份亦思亦有的情義 天下無不散之言直 一首離別之歌, 感觸彭情萬美 化學者與音樂 而言之歌, 感刺到總統 是我、對我覺得 有一句歌的聲音 給我家說 是太厲害了 讓你做一個很大的事 這首離別之歌 是太厲害了 我再當時來 讓你擁抱 在我外面 我再與 張家說 我還在你 此地一為別 孤朋萬里征 校長與眾心長 與其同事共勉 學生畢業之後 書本上的知識 或者會忘記 但是希望 老師教他們的做人道理 可以畢生受用 多謝老師 各位老師再見 誰為我看我 教同我思考 知識女意 明時願彼 成將定樂 時有錯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